遺憾都會有啦 但我覺得就在遺憾當中成長了 那當然非常希望能拿下這點勝利 因為如果拿下這場勝利 對團體來說是很大一個優勢 然後就可以進入市場 但自己比較可惜 比較遺憾就是 在場上有一些自己的特長被對手的前置住 所以沒辦法發揮出來 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只有參加團體 然後單打又是看自己的小朋友在比賽 所以就整個過程我覺得 確實有告訴自己說去試著享受這整個氛圍 跟師傅一起出來參加奧運是不是也蠻特別的 蠻特別也蠻神奇的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你們也搭配了很多的比賽 就是奧運已經很關注了 比較不一樣對不對 會緊張嗎 還是 其實昨天對埃及的話上場是比較緊張 腦袋會有一些空白 但下來原隊也是跟我說就放開去打 反正今天又不好打 所以今天在場上不會有太多的緊張感這樣 第一次參加還是非常的新鮮吧 不管是從出發到現在比賽 中間的過程都是蠻新鮮蠻開心的 那就是也第一次體驗到這種歐運舞台的賽場 也就是四年一次 就是很幸運能站上這舞台吧 也很開心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目標以及對自己的期許 在這一次奧運之後 在目標的話就是比較明確的就是 在把自己的能力再往上提成 然後今天我們在大賽去做更好的 發揮更好的成績 有沒有想到說 沒關係這一次奧運結束 要拼下一次的奧運了呢 目前還是沒有想這麼多吧 因為兩年後是有亞運 所以先把這兩年去做好 其實比賽感覺自己還是比較可惜吧 第一點雙打本來就是比較下方的情況下 但在三局都有纏住比分的情況下 然後輸這個比賽 然後第三場其實是在1比1的情況下去上場 那當然非常希望能拿下這點勝利 因為如果拿下這場勝利 對團體來說是很大一個優勢 然後就可以進入市場 但自己比較可惜也比較遺憾 就是在場上有一些自己的特長 被對手都牽制住 所以沒辦法發揮出來 首先奧運是一個很神聖的殿堂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想要去參加 不管就是你有機會的話可能就會想要參加 所以不會有是我不想要打奧運這種感覺 如果能參加我肯定會在場 只是說礙於現在的一些規劃上 我可能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去再參加奧運的固定 所以現在接下來的重心會放在所謂基層的這些 苗子身上去做培養 對可能跟牠們一起成長嘛 因為真的覺得可以在牠們身上看到一些進步啊 或者一些桌球環境的一些 我可以使上力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些自己 本來應該是在桌球這一塊 然後想要去做一些 嘗試吧一些事情 基層的東西 但是我因為常連在外嘛 那自己肯定是想要陪陪爸爸媽媽陪陪家人啊 尤其可能這次回去以後 會先在家裡個大半年吧 然後好好的朋友們就是在聚一聚啊 然後可能帶小孩子啊 然後太太啊他們出國去走一下這樣 然後因為畢竟這麼多年也沒有真的 哪怕有時候休息也不是心思也沒有在 在家庭的身上不會那麼多 還是會想著要練球啊什麼的 但這次我覺得就是可能真的可以放輕鬆 不練球的時候也不會覺得說好像要趕快去訓練啊 就現場這個感覺 所以應該是不一樣的感覺 會覺得說以往好像出國都是在比賽 這一次比較輕鬆的啦 之前也有啦之前也有一兩次 但是你就是出國那一個五六天 你也會很心虛趕快回來要訓練這樣 但這次我覺得應該久不就不會啦 整個感覺還是 當然在場上有一些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但我覺得也是盡力啦 那第六次的奧運 每一次都會有每一次不一樣的感受 那這一次的感覺又是很提前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就像我說的 其實參加奧運第一、二次是最緊張的 然後到三、四、五也都會 但這次我覺得是最輕鬆的 因為可能在整個過程當中只有參加團體啦 然後單打又是看自己的小朋友在比賽 所以不知道 就整個過程我覺得 確實有告訴自己說去試著享受這整個氛圍啊 但我覺得相比前五次 我覺得確實有做到這一點 但還是有一件事情最遺憾的對不對 遺憾都會有啦 當然我覺得 就在遺憾當中成長嘛